行政長官辦公室說,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並沒有干預香港大學副校長的輪選工作 新兼港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說 關注有報導指,梁振英向港大施壓 阻止陳文敏擔任副校長 認為梁振英必須盡快公開澄清 第一,他澄清他有沒有這樣做 他的高級幕僚有沒有這樣做 第二,他亦反對任何這樣做的做法 起碼希望能夠維持香港人有僅餘的信心 他應該公開出來說 行政長官辦公室回應指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並沒有干預香港大學副校長的輪選工作 對於《蘋果日報》報導的失實指控深表遺憾